鹅头嘛 一吃三十五 那就来三只 厦门人的深夜食堂吃海鲜 俩人三百五 来厦门晚上睡之前 怎么能不出来吃个宵宴呢 好多人啊 两位有位子吗 对 我有随便女朋友 我随便饭 有推荐的吗 鹅头嘛 啊 三口那边的 哦 河中都是养殖的 因为不是很大 一吃三十五 那就来三只 还有什么推荐的 有糕虾菇很少啦 糕都是满的 要三八 不便宜哦 虾菇就不吃了 三壳菜蟹 就剩这几只了 三壳菜蟹 酸 酸 一斤138 点个三只嘛 我秤给你看一下 六两多 好好好 小桶还有一些 七十八 小一点 鲍鱼炒五花肉有没有 这道菜也是我们家很多人 小杂鱼这边还有一些 叶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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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能叫出名字啊 厉害 酱油水杂鱼 38一份 梭子鱼 咸鲜的味道 蒜瓣肉很明显 它灵魂是葱头油浇上去 这种葱头油的香味 来敏南肯定要尝一下酱油水啊 双壳菜蟹 三只90块 不能吃了 把壳都剥掉 这个就是软壳蟹的前身 从海里捞上一大堆 然后我们筋选过的 很少啦 这个糕都是黄糕 肉满高香 它有点像干烧姜母鸭的那个姜 那个姜味啊不辣 煎完之后很入味 还能吃一层软壳 真的很有特色 很奢合我这种懒人 一咬就开 快过节了 不知道选啥样的粽子 我选的是这个流氓一克的榴莲冰粽 它没有传统粽子那么麻烦 不用蒸也不用煮 开一袋解冻就能吃 哇 这是冰皮的呀 对 咬一口糯唧唧的 里面榴莲肉还会爆姜 那一件是自然熟的 泰国榴莲肉做的 配料表也干净 没有香精色素什么的 而且它还是泰国皇室御用糕点 锅节送礼选它 贵是贵了点 但很上档次 河豚三只一百零五 这也是用姜干煎的做法 咸 鲜 里面的肉还是非常嫩的 微微的一点辣感 有油不油腻 现在吃河豚放鲜都是养殖的 它这个鱼鳍这块 还有胶质 不同部位的口感不一样 河豚吃过无数种做法 但这种做法确实第一次吃 冬鲜小馆八两62 小馆就是枪梧的人 我嘴一咬 啪 就断开了 很脆 口感好 这个小馆的品质很好 鲍鱼炒五花肉88块 刀工要薄 好的火火要好 它才不会老 鲍鱼本身没什么味道 但是这个很明显的猪油的香味 五花肉煸的还是很干 很像川鱼地区的回锅肉 加鲍鱼片炒在一起 有很多好吃的 但是不能只在岛里边找 可以来岛外看看 别账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我有账单 我自己算了 我们下 cs5 共本没有很开� Five 三十七五月 o Prozent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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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